中美的博弈呢 軍事當然是最前沿的 而且美國常常用實力地位出發 但是在軍力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有些領域真的是 彎到超車了 當然是先提到是造舰的速度 美國的DRIVE他特別公佈說 其實他發現中國大陸造舰 來到了2325萬噸 美國則是不足10萬噸 兩者差了232倍 這是美國的說法 當然有點誇大 不過這也是事實 好 另外再來看到2020年 他也說中國大陸海軍有355艘的艦艇 美國則是296艘 其實差了蠻多了 到2035年中國大陸475艘 美國則是305到317 差距更大了 不過戴杜羅美國海軍部長說 哎呀 中國大陸是投入大量奴工 才會有造舰的優勢 這個中國大陸現在還有奴工嗎 這個要美化自己 醜化敵人用的詞啊 太過分 奴工很吸睛 奴工啊 誰用的你知道嗎 美國用的 當初黑人的時候不是奴工啊 第二個 銅工誰用的 英國啊 英國在工業革命以後啊 大量的兒童到工廠 這叫銅工 這個美國的黑奴呢叫奴工 大陸現在老不信還要選擇職業了 他還有奴工 所以這個 而且說造船這個薪水不錯的 所以這個話不好講 回到講造船的問題 差232倍是有點誇張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為什麼有這個報告呢 當然第一個動機是看著中國大陸的軍艦越造越多 美國呢造船能力趕不上 對 而且能力趕不上也就算了 他不是沒有這個科技 他沒有那麼多船屋 第二個他限於這麼多軍艦都要維修 要補保 把船屋都佔滿了 你知道嗎 等上幾百天還輪不到他去維修 沒錯 所以他哪有船屋來跟中國比造船能力 所以這個是往長遠看 他當然國會議員 曝露海軍提供這個報告 也就是想你趕快 給錢吧 給錢吧 建船屋吧 要不然我沒辦法維持現在 所謂不錯 美國的艦雖然比中國大陸少 它少數就像核能潛艦 核能航母 空軍它這個質量都是不錯的 但是問題就是 面臨新的中國大陸的新的軍艦 源源不絕的生產 科技也慢慢趕上了 所以它這個隱憂 所以我們看大陸的 美國的新聞很穩亂 有很多將軍說 中美遲早是一戰 晚戰不如早戰 因為趁美國現在 還有一點點優勢 才先下手 另外一派又認為說 這個拜登在大選期間 你不能跟中國清洗戰端 美國也沒有完全準備好 所以一口氣把中國給打垮 所以各種矛盾的新聞 就反复不見了出現 但是比較精明 比較狡詐的戰略家呢 他們現在搞出來的東西 用棋子來消耗的戰略 代理人 對 他用別的國家挑起仇恨以後 來像俄烏戰爭就是個例子 對 烏克蘭 來消耗我的第一號敵人 來用台灣來消耗我的第二號敵人 所以這個組戰派 組合派 組合根本是假的 就是說美國也知道 將來唯一的對手就是中國大陸 就是中國大陸經濟著起 軍力提升 世界上外交版圖 也不斷地在擴張 經濟地盤也在擴張 路權也慢慢形成 所以對他來講是心乎大患 至於什麼時候下手 所以才會有找下手 玩下手 或者是這個暫緩 對不對 那美國也要把自己的軍武顆粒還要 因為在經濟戰略 它沒有占到便宜嘛 對 這個外交戰略也沒占到便宜 只有這個認知作戰上 全世界的媒體陪他鬧嘛 那現在最現實的就是軍事武力 軍事武力因為家大業大 兵力也分散了 所以他也沒有完全的把握說 能夠在台灣海峽能夠打敗中國大陸 尤其是這個靠近 打入東南沿海空軍 艦支 陸軍 東風 所以他占不到便宜 所以回過頭來就想在建軍上 趕快要擴升 發展新的飛機 發展新的船艦 所以這個問題 才是我們現在看新聞 很紊亂的一個主要原因 是各懷各的鬼胎了 對不對 但是我講中美的大戰不會那麼快爆發 因為雙方都不覺得說 我有實力把你一下子幹掉 所以現在就在看 你在投資什麼武器 什麼武器 這個是大家觀察的一個指標 對 大家觀察的一個指標 所以將軍講到一個很大重點 會擔心是代理人之戰 比如說烏克蘭去牽制俄羅斯 現在會不會拿台灣 拿日本 拿韓國 菲律賓去怎樣 跟中國大陸挑釁等等的 然後引發這個戰爭 最後怎麼樣呢 讓美國餘翁得利 真的值得深思 另外再來看到說到造艦能力之外 還有修補的能力 美國也是大落後的 譬如說來看到美國國會研究處就說 40%的快速攻擊潛艇 不是在修理 而是等著維修 連等著維修都是等了半天 海軍原本估計時間的兩倍多 另外Blumber也說 美國現在49艘的快速攻擊潛艇當中 18艘要修理或代修的閒置狀態 哇 扣了半天之後 剩31艘 可以進行有一些威嚇的力量 另外再來看到中國大陸不一樣了 中國大陸造艦速度非常強 那大家眾所矚目 就是福建艦 最近看到這個地方 當然就是說什麼呢 電磁彈射的跑道三個 一個已經拆下來了 代表說接著兩個也會陸陸續拆下來 那也代表說它即將海試 還有艦載機遙試飛即將展開了 大家高度關注 譬如說殲15T 也許在8月到10月的時候 要進行試飛 而說到了這個福建艦 要特別問一下將軍 福建艦儘管它不是核動力的 不過呢 可以跟美國的0米自帶相比一下 譬如說電磁彈射器的這個長度 大概是110米 那美國的部分呢 儘管是核動力的 但是中國大陸有後發優勢嘛 它造了都已經多久年以前造的 它電子彈射的長度是99米 所以中國大陸是比你還要長 另外呢 如果你99米的話 載彈的這個彈射重量是34噸 那如果中國大陸這樣推估的話 大概是40噸以上 然後也說2024年年底 也許就會服務了 首先我們今天講前面 這個憑什麼說它這個維修能力脫長 只有一個例子 就是攻擊潛艦裡面最有名的海狼 海狼不是在南太平洋裡面 這個南海裡面撞了嗎 撞了它修要等200多天 這就證明你要修就要等一兩百天 那就代表其他的潛艦也要維修嘛 而且它是最攻擊型它要優先 因為攻擊潛艦是美國很佔優勢的一個武器 現在40%停擺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講福建機 美國的航母是兩個等級 一個是福特級 一個是尼米茲級 那麼尼米茲級跟這個都是用蒸氣彈射 蒸氣 那這個福建號的也是用蒸氣彈射 但是它電動彈射 電動的 它這個跑道多了十幾公尺 有什麼含義呢 因為航母上的飛機你載重量 彈藥帶的太多 這跑道就不夠長 它要加速的時間夠 是 推的力量要大 那這個銀封面 這個飛機才能夠飛起來 所以你看美國最有名的F-35B 它要垂直起降的話 它彈藥就帶的很少 對 因為垂直起降所用的有耗油量很高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前面的建議 也是要彎那個 這個叫做彎的那個甲板 對 滑越上去 也是因為你帶的彈藥不夠 推力不夠 所以你需要這樣子輸出 這兩種方式都會造成 飛機不能夠滿載油量 不能滿載油量航程就縮短了 打擊半徑就短了 第二個彈藥帶的少呢 你帶滿彈藥可以打一次 就到了戰果 帶的彈藥不夠呢 可能要打兩次 所以這個短短的這麼一個 十公尺差值代表 還有一個電動推動 推動有一個什麼好處呢 它是從零平均加速度猛了上去 蒸氣彈射一下來 那個氣量最足的時候 那個駕駛員 瞪一下 如果你頸部不能頸靠到 那個後面的被電的話 你的頸骨都會斷掉了 至少你會暈眩 所以這個電動它跑到夠長 那個電力是很均衡的輸出 飛機送出去就比較 所以這個電動的問題 就牽涉到直流電交流電的問題 等一會再談 那就是福特級為什麼 遲遲不能夠浮育 關鍵就在這裡 所以將軍已經說了 儘管中國大陸的航母發展 是落後離美國 但是它有後發的優勢 而且中國大陸追趕速度 非常之快 尤其福建艦航母已經是電磁彈射了 電磁彈射也要特別介紹一下 中國大陸說 這個電磁彈射的技術 跟美國相比 還領先了10年 這個底氣到底怎麼說的呢 中國大陸它的電磁彈射 跟美國的電磁彈射是不一樣的 中國大陸採用是中壓直流的 電磁彈射技術 所以他們算了說 彈射3000次也不會出現一次故障 那美國是中壓交流的 交流電的電磁彈射的技術 大概是400到600次會發生一次故障 那為什麼美國是用交流的呢 美國儲能系統是交流電 採用飛輪儲存的裝置 長這個樣子 它為了減少能量耗損 它需要真空的環境 那轉軸需要磁懸浮的技術 但是它會容易產生故障 發生爆炸的問題 那中國大陸採用的是這樣子 像我們使用的電池 超級電容的裝置 好像一節一節並聯的電池 電能轉換釋放的效率會比較好 所以光這個電流就已經不太一樣 當然 因為兩個人用的電源不一樣 一個是交流的 一個是直流的 那交流電 它這個電用 一下子用掉以後 它要儲存它 下一發要用的電 它就要用飛輪裝置 飛輪裝置就等於說 用這個電來驅動這個飛輪的轉動 把電儲在這裡面 然後再輸出來做下一次使用 但是因為這個飛輪的效率不是很好 因為它是機械裝置 機械裝置震動轉速過多的時候 就容易故障 所以它的航母裡面四個跑道 它要用六個到八個這個飛輪 你想想看 你是不是增加飛機上很多機械裝置 那中國大陸就很有意思了 它是直流發電 它直流發電 推動飛機以外 它多餘的電還可以處在電池裡面 那乾電池裡面 這個電池再放出來又是直流 所以又可以再推 那美國想 那很多人問 那美國為什麼不用直流電 或者它用交流電 或者交流電裡面 變直流電 飛輪再用變壓器把它變成直流 這個好複雜 再推出去 但是美國現有的航母 十條都是交流電的推動 所以你中間又加個變壓器大的 這樣就把這個航母 噸位又加大 噸位加大 空間又佔用過多 所以馬偉銘這個電機的發明 這個黑科技就等於是超前 超前有沒有十年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的確超前 而且你現在前面那十條 永遠都會有四百次六百次 有故障的危機 而且飛輪的震動 出了很多問題 還有爆炸之旅 所以福特號 現在還沒有辦法形成戰鬥力 這問題就是福特 為什麼造好了那麼久 遲遲不能浮育呢 因為他的這個飛輪跟這個直流交流的問題 沒有解決 就沒解決 但是福建界現在已經試驗過一千次 都沒有故障 對他說我們三千次不會出現一次 那比例太高了 那比例太高了 太厲害了 因為他就是雙方發展這個東西的思路有問題 但是後面又牽涉到科技的問題 是 因為全世界最會搞電池的是中國大陸 沒錯 你看那個電動汽車 林德 再加上那個馬偉銘天天搞電機的 所以這個彎道超車超得很明顯 很明顯 所以這個你看現在中國大陸的潛艦 核能 這個航母只差一個核能 是 所以下一步 下一條你看看是不是這樣 對啊 所以他是小步跨帶 但是這很大 跨帶就很快了 小步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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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試驗成功他就跨帶了 小步跨帶 那中國是怎麼樣呢 他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 儘管發展比你慢 但是將軍說了 我的彎道超車 直接超到你前面去了 因為美國的沒有增長 他以為說什麼 哎呀我很強 所以我就慢慢的等 就沒想到後面這一個 第二名追趕這麼快 聰明嘛 像美國尼米茲要搞十條 那十條你等於是量產 那你要想把它修修不回來 那你除非要跨到福特 福特現在可以講 還沒有試驗成功 對啊 所以他福育的問題很多 所以當然福特是好傳 是好的 頓威也比中國大 對 十萬 那問題他這個解決內部的問題 還有一段時間 對 還有一段時間 那中國大陸會不會 反而還比你早福益呢 大家高度的關注 是否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而且權威的國際資訊 和情緒分析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個力量 給予你 謝謝 謝謝